在路上攔計程車要搭 結果居然攔下了要價450萬的特斯拉計程車 那原本以為這車錢會不會比較貴呢 結果上車之後發現跟普通小黃一樣 是跳表計價的 讓他職務真的捨不得下車 而這輛特斯拉小黃的問獎說 之所以他會選擇開特斯拉來做生意 就是因為高頻率使用的話 比起傳統燃油車可以省下大筆的油錢 算一算是比較划算的 音異車門全自動上開 拉風外觀令人忍不住多看幾眼 這是電動車特斯拉新進度破表 不過它可是一輛計程車 如果它價位跟一般的白牌的計程車 或一般的黃牌計程車一樣的話 我就會想嘗試看看 你會想要體驗看看 可以啊 還不錯 全車黃色烤漆 日前有民眾搭上這輛特斯拉小黃 但車子沒有因此變貴 全程都是以跳表計算 讓民眾捨不得下車 直呼真的太幸運 這台Model X七人座特斯拉要價350萬 改裝後駕駛總共花了450萬元 貼模更是比較超跑等級 駕駛透露買特斯拉當作身材工具的原因 是因為平時工作跑車最大開銷就是油錢和保養費 經過一番精打細算之後 反而更划算 不需要加油 然後也是省保養費 再來就是我希望有更好的服務品質 實際搭上車 駕駛說由於車身高度可以自訂 如果載到老人家或小朋友能把車身降低 讓乘客方便上車 民眾如果幸運 說不定也能在路上攔到全台第一輛特斯拉小黃 謝謝你的搭乘 借許之千行度報導